中国军迷的印象 中国军迷这样一种在未经深入研究 便随意嘲笑自己国家竞争对手的态度是否谨慎合理 而只提印度军队本身 这种评价也不是完全合理的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历次印巴战争中 印度占仅优势 而印度军队在这些战争中的表现 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举例而言 在1971年12月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 一个巴基斯坦陆军的五九式坦克团 在前进过程中 遭到印度一个仅120人的边防连阻击 后者仅凭一门无后座礼炮和燃烧瓶 从正午机站到午夜 拥有多达2800人和65辆中国造五九式坦克的巴基斯坦人 不仅未能获得任何优势 而且还有200余人伤亡 34辆五九式坦克 超过50辆六三式装甲车 以及大约同样数量的解放牌卡车被摧毁 天亮之后 赶来支援的印度空军又摧毁了另外14辆五九坦克 将一个坦克团生生打成了步兵团 仅仅十天之后 印度又有一个百夫掌式坦克连 在一天之内摧毁了66辆五九坦克 几乎消灭了巴基斯坦坦克团 而在整个战争期间 印度人的米格21战斗机 也在举巴基斯坦的中国造歼六战斗机 以及美国造F104战斗机较量中占尽优势 这场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结果 也是以印度直接巴基斯坦 迫使东巴基斯坦独立 成为如今的孟加拉国而告终 好 以上就是本期左右军事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